十大选手都谁 Uzi 明凯 Mako 杰克 Rookie Risai DoinB Skart 首先他也拿过冠军还差点 史特明 还有谁来着 DoinB我说了吗 DoinB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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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你 我不知道啊 为什么没有我 也没有高天亮 主要是 一听说没有高天亮的时候 我平衡了 不然的话是要闹的 我就要闹 他发现高天亮也没有 那就不闹了呗 高天亮也是这么想的 没有我他也不闹 没准真有可能 他那个好像是 选手投票 然后 官方也投票 最后的票 就谁得了多少票 谁多少票好像也有 但是匿名的 就谁投了多少票 谁投多少票是有的 就谁中了 谁有多少票是有的 但是他是匿名匿名的 就是不知道 人员不好吗 有可能 你投了吗 我投谁了 我想想我投了 我投了 我投了 我的十大选手是 我想我回忆一下 给我一分钟 我回忆一下 我投的是 呃 乌兹 明凯 Mako 杰克 高天亮 呃 热晒 Rookie 有我 还有微笑 还有 爆兰 啊 投自己啊 啊 不对 不对 不能投自己 不能投自己 没有我自己 啊 杜因币 对杜因币 杜因币 没投自己 没投自己 那个不让投自己 不是 我们就是抛开 其他不谈 就是 是该有一个位置的吧 我觉得 就客观来说 就客观来说 我觉得 嗯 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 我 我对这个的 评判标准 就是首先 你得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S在冠军 已经很多了嘛 就不是很稀少的东西了 就 就很 就有 就 能进榜的 要不就是 呃 远古时期 远古时期的人 然后一直奋斗 然后奋斗奋斗 虽然没有拿到冠军 这种被称为什么 无冕之王嘛 类似于这种 要不就是 你必须得有一个冠军的 就必须得有一个世界冠军的 就我当 这是我当时的评判标准 因为微笑的话 是属于那老一代 就比较 就属于那种最厉害的吧 算是 微笑属于是 老一代里面 然后我觉得他 我觉得我会 反正我会投他一票那种 因为我 我一开始 我说过这个事情 我一开始打野地的 就是 就他 就微笑属于那种 特别厉害的那种 然后乌兹跟 明凯 这个肯定不用说 这是青春 剩下的人的话 我觉得是 必须得有冠军 才能 上榜的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这因为 这是我的比较客观的一件 特观的一个东西 就我客观的 我说我会有冠军的 我说我会有冠军的 我说我会有冠军的